大家好 我是潘耀師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來聊一聊 什麼是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它是我們台灣人 常常見的一種心臟血管疾病 我們常常在雜誌啊 或者是新聞報導啊 就會聽到說 某某名人 因為心肌梗塞而過世了 那到底什麼是心肌梗塞啊 其實心肌梗塞就是 心臟上面的血管 它是負責供應養分的 其中一些血管完全阻塞了 那就叫做心肌梗塞 一般健康的成人 他的心臟大小約為一個拳頭大小 大家都知道 心臟裡面一定是充滿了血液 但是我們的心臟沒有辦法 從裡面的血液直接獲得養分 它靠的是什麼 它靠的是心臟表面 它有兩條的冠狀動脈血管 它供應整個心肌細胞的養分跟氧氣 兩條血管 我怎麼聽我隔壁的阿伯說 醫生說它有三條血管塞住了 其實是這樣 心臟的血管分成左右兩條 那左邊的這個冠狀動脈 在後來它會分成成兩條 那一條就走左邊心臟的前面 我們叫做左前降肢 那另外一條會從左邊繞過心臟 把整個心臟包住 那個叫做左迴旋肢 那這兩個左邊的冠狀動脈 它供應了心臟血管 百分之六十五的血流量 那剩下的右邊的冠狀動脈 就供應了剩下的百分之三十五的血流量 那我怎麼知道我的血管塞住了沒有 那如果你的心臟血管 塞住百分之五十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突然用力 或者是運動量增加 或者是情緒激動 那這時候的狀態 心臟的需要的養也會上升 但是你血管塞住啦 所以你就會引起短暫性的心肌缺血 這時候會怎麼樣 就引發心腳痛 心腳痛是什麼感覺 它就是讓你胸口緊緊的悶痛 然後感覺上好像有重的東西 壓在你的胸口 然後你還呼吸不順 這時候那種痛 有時候會延伸到你的左手臂 然後延伸到你的脖子 你的下顎 那往下就是你的上腹疼痛 那像我們有時候在連續劇 看到那個什麼 聽到那個晴天霹靂的消息 然後抓住胸口 啊啊啊 那個是真的 那真的是因為情緒激動 引起了短暫性的心肌缺血 這時候要怎麼辦 趕快含一片消化甘油 它是很小的一顆 含在舌下 那通常這種痛 會因為休息 或者是含這一片藥 那15分鐘之內就會緩解 那如果5分鐘之後 你含了藥還沒有緩解 可以再吃第二顆 在5分鐘還沒緩解 第三顆再含的時候 你要趕快送醫急救囉 那在平常什麼狀態之下 我要自己懷疑 我的冠狀動脈是不是塞住了 啊是不是什麼時候要去看醫生 那就是你平常都在做的事情 例如說你平常都會去爬山 但是呢 這一陣子每次去爬山都會喘 那以前都不會喘喔 但是每次爬都會喘 或者會冒冷汗 呼吸困難 那再來就是你平常的時候呢 運動會喘 休息會喘 連呼吸都會喘 這時候你就可以去醫院做了一些檢查 看看你的冠狀動脈 有沒有堵塞的情況 那送到醫院裡面 醫院會用哪些檢查方式來檢查 我的血管的阻塞情況 通常就四種嘛 一種呢就是我們比較常見的就是 心電圖檢查 那心電圖檢查我們會多做一個 運動心電圖 因為當你阻塞沒有非常非常嚴重的時候 在運動的狀態之下 那才會引起心臟血管的阻塞 所以要做一個運動心電圖檢查 那第二個呢就是所謂的那種 合一心電圖管柱 那是什麼意思齁 顯乙劑打到血管裡面 然後這個顯乙劑呢 如果流到心臟冠狀動脈的時候 欸 流不過去 你就知道主射在那裡了齁 那第三種呢 就是電腦斷層掃描 那電腦斷層掃描越來越進步 從64切到現在256切齁 它可以很精準的檢查出 心臟冠狀動脈血管的主射情況 那上面這三種都屬於 非侵入性的齁 那第四種齁 叫做心導管檢查 它是會做局部麻醉 那直接把那個檢查儀器呢 直接通到你的冠狀動脈 看它的主射情況 那急性心肌梗塞的症狀 有哪些呢 最典型的就是那個 胸部劇烈的疼痛 有些人說就像被車子撞到 有些人說是被大象壓住齁 那胸部劇烈的疼痛 那還會幹嘛 會冒冷汗 蒼白虛弱 呼吸困難 頭暈想吐 然後四肢無力 多半的時候是血壓下降的齁 然後呢 它這個疼痛齁 不會因為齁 你休息就會減緩 它甚至會超過 持續30分鐘以上齁 這些都是那個心肌梗塞的 那種典型的症狀 但是偏偏有些心肌梗塞 沒有症狀 這就很麻煩了對不對 就講到我最近 我一個同學的例子 他有一天早上起床 他只覺得怎樣 肚子怪怪的 他想說昨天剛好聚餐吃飯 想說是不是吃壞肚子 他就吃了個胃藥 好像有比較好 所以就走一天的行程 到中午的時候 他又肚子覺得怪怪的 所以呢 他又吃了一顆胃藥 然後呢就繼續走下一個行程 到晚餐的時候 怎麼肚子還是覺得怪怪的 雞拜可能真的是吃壞東西了 沒拉肚子 但是就覺得肚子怪怪的而已 所以他還是繼續吃了胃藥 但是他越想越不對 因為他平常不會這樣子齁 那個肚子就是怪怪的 但又不是真的很胃痛 所以他突然想到 我們剛好前幾天 在聊到心肌梗塞 無症狀這種狀況齁 所以呢 他就有警覺性 趕快去急診就醫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他在急診室 裝上心電圖的時候 心臟皺挺 那醫生電了兩次電擊 才把他從鬼門關救回來 這時候大家都就開始擔心了 欸 啊我會不會是 Po同席 就平常的時候 沒有症狀 我搞不好隨時都會心肌梗塞 爬個山然後倒下來 那怎麼辦 希望這一集的心肌梗塞的分享 對你有所幫助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主題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開啟你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